没错 我 张楚希 是一名入恋师 许多人对我们这个职业有些抵触 甚至害怕 但其实 这是一份充满神秘感和使命的工作 也是这样一份工作 让我对人生和宿命 更重新的认识 老苏 你杀死那狗王爷们 去看看 这人醒了 你们是谁 这是哪儿 这儿是 老大 你们不会是在拍戏吧 这人就没有摄像机啊 难道 我是真的 我快时空了 这 这不就是偶像军男主照进现实吗 你一个男人的结盟 为什么这么长 居然来真的 老苏 你看他装疯慢傻 可我王爷 今天你无论如何 都得死 停 别动 两位大哥 我们能不能先做下解除误会啊 我跟黄生包也跟来了 有办法了 这是何物 这么有用 这五大人也太傻了吧 站住别跑 有毒 小心 不好 这一是西域传来的断魂粉 江湖失穿已久 没想到今日再次遇他 王爷 谁啊 王爷您醒了 我今天房间死住有动静 没事吧 要不小的进去抓住您 不用不用 不用 你们退下吧 退得远远的 遵命 长得这么好啊 杀了多可惜啊 你为何要救我们 中庭方圆 眼神无辜 奶狗形 帅 剑梅星木 棱角分明 狼狗形 更帅 选秀节目要是不找你们 真是太可惜了 长了这么俊秀的一张脸 原本以为是个温柔小意的男人 脾气倒是挺硬的 我很欣赏你 说吧 为什么要杀我 你不说也行 我也不关心 不过 这毒药呢 其实是有解药的 只要你们愿意配合我完成一个任务 我就把解药给你们 到时候你们要杀谁 这就与我无关了 老嫂 留他情善残 什么任务 看来 在成功回去之前 得先挟持住这两个 保护安全 你们这里人死了 一般都安葬在哪 坐坐坐 王爷 来了来了 我 我 王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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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这谁呀这是 嗯 嗯 这个呀 这是我 新招的侍卫 叫 叫什么来着 哦 行行行 不重要 就叫冰块脸吧 哎呀 哎呀 冰大人哪 我叫小悠 以后多多关照啊 看我将来怎么弄死你 你看着我干什么 吃不下了 你都不先退下 哦 哦 其实我是来自未来世界的人 现在我想要回去 你们要帮我找到回去的办法 那这样 你放了我们 我们便帮你 你当我傻吗 哦 这样 你在这儿等着 他跟我出去 吃成之后 我就把解药给你 老苏 给中了他的鸡 那我就 先杀你吧 老苏 住手 我陪你去 死 一言为定 这古代的肉 没有食物添加剂 就是香 不是去偷尸体吗 为什么在这儿吃猪蹄 你懂了吗 人呢 他断世之前 要吃饱多足才有力气 他说你不是答应了 今天晚上先当我打听打听吗 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你 该打点的银子我可不逃 这点钱算什么 养你我的臭臭有余 果然跟传闻中一样 康有才学 荒诞离奇 总之呢 我们约法三章 第一 你不能离我十米远 第二 要陪我找尸体 第三 我还没想好 以后再说吧 得龙望鼠 代表路 好 楚王府没有传来行刺的消息 这二人到底去了哪里 此二人并未到约定地点见面 恐怕是行动出了问题 我知道了 殿下误过操劳 我会再去查探清楚的 诺美高居然这么大人 冲死波王了 我看王爷今天是来逛花街的 不是找尸体吧 王爷 嗯 确定钱都花光了 先回家 易装明天还能去吗 这是 要先发作 我怎么出现了幻觉 这王爷讲话多遍 看来的多佳地方 嗯 是 冰块里 我信我说不服你 太厉害了 你跟我也要行了 老四 你去放风 这儿交给我 我来找起来 武王十恶不舍 杀了他 我能够给你想要的东西 殿下放心 在下和殿下的目标 是一致 在下定会不遗余力的 完成中 你和叶恒 还有阿丁 都是我身边最信任的 可别让我失望 是 这个有点像 试试 你 什么味 是 是这个 这么难吃啊 阿丁 王爷王爷 以后你再找不着路 你就叫小佑嘛 废话 王府这么大 我哪能一下记住 阿丁 说起来 您不是今天在王府游荡吗 一边带着去 就知道困不住这样 这两个傻子 都给你们机会了 这下该相信 我不是王爷了吧 你们是不是懂我东西了 没有啊 没有 那你嘴上这是什么 唉 看来离达成统一战线 还有点IQ距离 你绳子怎么结啊 别动 我跟你说啊 这个 是一颗红 一颗装置内乱动 你就会死 我才不信 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试啊 还要干嘛 我会看出来 我耍他们了吗 你不想 这么耍我都眼不下去了 这又是哪儿 人呢 王爷到了自家的密室也这么黄 看来是藏得太明显 不常来 你在哪儿 给我出来 我看你还有什么药法可使 你要不要冷静一下 把解药交出来 否则我取你性命 启禀殿下 长公主那边似乎对此事颇有怀疑 楚王那边呢 恐怕需要殿下过两日 去趟楚王府 行动失败 那二人已被扣下 是否要启动下一步计划 我倒要看看这个楚王为何这么难杀 你也看出来了 我这个人呢 贪生怕死 你杀了我 阿丁也不会活的 我答应你的已经做了 你把解药交出来 可你并没有帮我剪到尸体啊 这难道不是你的把戏 既然昏迷的时候你没有杀我 那你现在也不会杀我 反正 死了还有你俩给我陪葬呢 来吧来吧 你不是王爷 你是谁 终于开窍了 谈谈合作怎么样 我答应你的约法三章 只要你把解药给阿丁 臭小子 跟我都 你跟那个叫阿丁的是什么关系 你们不会是什么特殊关系吧 胡言乱语 晚上又要去偷书体了 跟厨房说一声提前开饭 你还真把我当你的贴身示威 你就不怕 我在你的手里下毒吗 大不了 人家叫你一声哥哥 疯癫 记得我们的约法三章哦 晚上好好保护我 二位爷 这是你们要的尸体 拿着 谢谢爷 大把手 谁想终于可以回去了 唐大王爷今天对尸体做这种事 真是约法奇怪 疾疾如律令 疾疾如律令 怎么没有变化呀 太上老君 请送我回去 菩萨二郎神 土地公公 哥鲁大神 请送我回去 请送我回去 菩萨二郎神 土地公公 回去回去 这么高血 真的成了 我 又知道了 又不是电视剧 那那么容易 我身上还有几个碎银子 请你喝个酒吧 不要再搞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啊 走 躲开 叶痕听我说 没什么好说的呢 苏宁泽 你小心点 不是死 走 苏宁泽 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什么关系 来来来来来 这儿呢这儿呢 这个好漂亮 来 庆祝我们节后余生 来来来来 干杯 赶紧 别这么看着我嘛 我吃不下了 你为什么把腿 往凳子上 你这样吧 让我想起了我的前任 他曾经也喜欢盯着我吃饭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我这样非常地洒脱可爱 可是到后来呢 他又觉得我吃没吃相 做没做相 真是 你说这人奇不喜欢 一开始喜欢这样的地方 最后又会变成你讨厌的地方 前任 是什么意思 前任呢 就是 立在心里的墓碑 墓碑 难道他杀了人 我呢 之前的职业就是入恋师 入恋师 你不知道吧 就是给去世人化妆的 让他们自己面面地离开 糟了糟了 要是到了 再不赶过去 我这个月奖金又没了 只是因为一场意外 让我来到这里 所以啊 我不是你想行刺的那个人 到时候传闻中的王爷 有几分不同 你知道吗 当你觉得一个人 与众不同的时候 这是你喜欢他的开始 又开始说胡话了 没有 走吧 回来 苏霓泽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刺杀王爷的刺客 你不是知道吗 谁的刺客 他这副样子 对我没有办法防备 完全不是传闻中的王爷 难不成这王爷 有两副面困 小二 哎 结账 好嘞 二千银子 谢谢你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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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我喝了 你 我 我警告你 不要觉得我喝多了 你就可以 趁人醉 你说什么话 好沉 谁沉了 你不是醉了 我告诉你 你可以说我不可爱 可以说我不讲理 但是你就是不能说我沉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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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容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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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 彼此彼此 小羽被抓了吗 还不快走 救命啊 快来人啊 苏联子 你没事吧 苏联子 你 牵着住啊 苏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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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只能电高 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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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我在 你怎么又突然冒出来 怎么了王爷 去给我那些 那纱布 毛巾毛巾 然后再拿些捡到热水什么的 还要叫个大夫来 王爷 谁要生了 谁要生了 苏联子要死了 赶紧去啊 快 兴奋复作 可是我又不会啊 算了 死马当活满意吧 一 二 三 四 三 苏联子 苏联子 怎么还没醒啊 怎么还没醒啊 起生最后一个办法了 神明关天 管不了这么多了 怎么还没有反应 不会真死了吧 在 你在干嘛 再好的茶 凉了便是一杯废水 一杯废水 祭鸣殿下 赐杀楚王的任务失败 宿宁泽 好想叛兵 那阿丁呢 阿丁 目前不知所通 快 其中手 没有我的允许 谁让你拔剑的 给我滚 是 如果找不到他 我甘愿为太子奉上我的人头 和我的一切 任凭太子处置 记住我说的话 你的命是属于我的 你要像对我忠诚一样 对他忠诚 大功告成 怎么感觉 我的五藏六腑更疼 王爷 来了来了 妈呀 这谁给你包扎的呀 不懂别乱扎嘛 你看看 这扎得跟那麻花一样 还是让心灵手插的小悠来吧 阿湘 王爷 王爷 你出去把药用的那些东西拿过来 行 冰大人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怎么还笑啊 不过啊 话说回来 你怎么受的伤啊 为了救一只游浪猫 你还挺有爱心啊 但那只猫不仅不懂得感恩 还沉人之谓 不知在打什么鬼算盘 小夕它挠你啊 冰大人 王爷 吓死你们再遇到这种事 一定要把小悠喊上 猫狗打架这么精彩 小悠最喜欢看了 闭嘴 这血流了这么多 倒掉可惜了 看来短时间内 得想办法利用他俩挖出背后主食 反派为圣 对不起了苏宁泽 你和你的好兄弟要分离喽 别怕 有本王小姐保护 你个狗王爷 你到底要做什么 别害怕呀 来看看你 这个嘛 这是你好兄弟身上的血 他不听话 受了重伤 现在生死未捕呢 你对老苏做了什么 你叫阿丁对吧 你的好兄弟跟我说了 说你们两个是从小一起 长到大的发小 既然是发小 那是不是应该同生共死啊 你个狗王爷 你若是敢动老苏 我就将你碎数万段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有什么 你冲着我来便是了 好啦 别激动 你的好兄弟 那暂时没事 不过 你要是不老老实实地交代 你们为什么杀我 那我可不敢保证 他会不会有别的事情 王爷作恶多端 想杀王爷的人 数都数不过来 我们不过是替天行道罢了 他倒是争够义气 不行 得探探他愿不愿意实施这个机会 你们二人失踪五天了 幕后主使不会善罚甘胸 你们已经没有新人度了 不如我们来聊聊 怎么一起 活下去吧 你又打的什么算吧 来 阿兵 你知道 怎么引蛇出洞吗 每个细节边边角角都要扫清楚 不要让人看笑话 听见没 是 王爷 王爷 行了都下去吧 是是 小小小 过来 王爷王爷 有何吩咐 乖 就是跟你说个事 昨晚的事情你得替我保密 听见没 是是是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呀 还有 最近王府也不太平 晚上给我加派人手 在王府书房周围听命令 保护一下我 听见没 是是是 这又是为什么呀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 让你去你就去啊 是是是 啊 王爷 您真是太聪明了 是不是因为 北莽尊使要来 王爷 您真是心思缜密呢 啊 什么 北莽尊使啊 对呀 北莽尊使要来拜访 明日府中 要誓言招待他们呢 啊 这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哎呦 哎呦 恢复得不错嘛 既然任务已经完成 那王爷 是否可以给出解药 怎么一觉醒了又翻脸不认人了呢 别忘了是我救的你 也不知我是为谁受的伤 哼 但你那边的刺客不来杀我 我就不会有危险 你就不会救我 你就不会受伤 我就不会救你 我不救你你就不会欠我人情 我不管 反正 你要帮我找到回去的办法 你看我们都过命的交情了是吧 所以 是不是应该坦长相待啊 还耍酷 都等着 你为什么要行刺我 黑切白 黑切白为何物 黑切白呢就是 看起来非常腹黑的 但是呢其实非常善良 就像你一开始要杀我 现在又拼命保护我 我并没有王爷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阿丁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休想挑我 我和阿丁之间的关系 好啊 那咱们做一个实验吧 看看你的阿丁 是不是真的像你想的一样那么忠诚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我看你呀 就是太单纯了 被人骂了还要帮人数钱 你不了解阿丁 是你不了解他吧 有时候越是熟悉的人 你越不了解 我与阿丁从小一起长大 他什么品性 我再清楚不过 那你相信 人性能被考验 你什么意思 老苏你没事了 看我没骗你吧 你不要耍花招 老苏 你到底是怎么受的伤 我一无大碍 放心吧 你们家老苏啊 不听话 别信他的 我已帮他完成任务 既然任务已经完成 还劳下王爷 把我们二人放了 你是说 这个呀 可以啊 不过 这个解药只有一瓶 分之合两人都得死 也就是说 你们两个 只能活一个 给你 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选 哎呀 你们两个人真是感情深厚啊 你们这对CP 我绝对锁死 我 这 老苏 这是解药 您拿着 你喝 不用顾我 老苏 你也护我太多词 我不想再亏钱于 更何况 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办法 可以训练解药 王爷王爷 太子突然拜访 您 坐这儿好好给我带着 嗯 太子到 太子到 皇叔 之前听闻皇叔府上有刺客 特此前来看望 皇叔 你没事吧 皇叔 谁啊 是我 是我 皇叔 你怎么了 啊 没事 我最近特别好 就是 最近发生了挺多事情的 没想到 还多了个好大辙 太子请坐 老苏 保重 剩下的事 就交给我吧 来生我们再做兄弟 阿丁走了 老苏 我先回去面见主人 你先暗兵不动 切勿善自行动 等我 解药也没了 唉 这可怎么办呀 阿丁 你放心 我会好好保护你兄弟的 阿丁有事 先行离开 你们该不会是去摇人了吧 还是说 加派人手来杀我 若想杀你 我一人足矣 算了 懒得跟你计较 走吧 我们买东西去 终于了 就不然没有网络给太后 王爷 您的海黎先生 继续说 陛下病得这么重 为何不让太子进来 太子还小 陛下重病这几年 一直是长公主在大理朝政 只不过 碍于女子身份 只能辅佐太子 只怕这太子是不安好心 还在担心阿丁呢 明知故问 我是不明白 王爷这又是要我做什么 不是跟你说了吗 北莽尊氏来访 我啊 这是浩克之道 尝尝 这又是什么 海黎先生 我的随身小零食 这就是你的浩克之道 把买给别人的东西 自己吃掉 我这叫有福同享 咱俩是有难同当 有难同当 反正我已是时日无多之人 像王爷这般不信手承诺之人 最好是自求多福 解药嘛 确实只有一瓶 但是配解药的方子 我还有啊 不过吧 这配出来的解药 只能保你一周的平衡 不过你要是一直跟着我 我就可以每周跟你一次讲 这你不就安全了吗 小傻瓜 我这是为你好 好啦 反正你那个组织 已经抛下你了 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还不如一直跟着我 这怎么设定啊 我宣布 从今天起 你 就是我的贴身保镖 兼古代知识小权术 你在干嘛 这个嘛 这是我们那个地方 承诺不变的意思 就像你们拉过历史一样 无聊 好 王爷要知道 我是来刺杀你 不是来当你的贴身侍卫的 你要是不帮我的话 信不信我非礼你 荒唐 好啦 本王吃饱了 记得你的 约法三章哦 给本王收拾好 北莽尊使的东西啊 喂 快 北莽尊使到 王爷 北莽尊使到了 你是让他们进来吧 是 拜见王爷 拜 快请坐 尊使忍道而来 这是本王特意为你准备的 素闻王爷深居简出 今日得渊一剑 无等真是荣幸之志 王爷果然如传闻中一样 一表人才 气语不凡哪 那挺不聊天啊 王爷饱渡师叔 不知在下 是否有心见识 我才学不经 还请尊使先来 鸡叫一声 却一绝 鸡叫两声 却两绝 三声唤出扶桑日 扫尽残星与小月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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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见笑了 没有没有 你的诗很可爱 不过比起我的 还是差了一点点 那就请王爷 大方赐诗吧 行 的 必须 一个小 Bran 垂死病中 惊作起 小丑竟是我自己 赵小离家老大回 安能辩我誓雄词 赵今更敬一杯酒 谁不喝完谁是狗 一行白路上青天 来点含笑半补颠 这玩意又开始奇怪了 真不知这杯某人做何想法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闻到底要不要鼓掌 还是我来带带节奏吧 也算是别剧隔 王爷真是厉害呀 这首诗不但颠覆了评则相对 而且又全压在运上 果然是奇才啊 对付你们古代人还不是小菜一碟 我也就随口一吟 北莽尊世真相啊 来 我们干一个 来 来 我以为你这不学无术的王爷 只喜欢偷尸体 啃猪蹄 玩妖术 没想到 你还精通誓字歌赋呢 怎么了 莫菲是对本王使于颜值 献于才华了 她是真不知道自己做的事很烂 王爷 王爷好帅 王爷英姿撒爽 我们方才都觉得王爷好厉害 这算什么呀 我要是今晚睡一觉 明天能跟你们来使手 使手 天啊 这么厉害啊 王爷正值当年 何不考虑婚姻大事 小心手广 你们先下去吧 好 王爷太帅了 哎呀 怎么了 莫菲 借我如此受欢迎 不开心了 无聊 听说尊氏和太子交好 你了解情况吗 往常是太子每年 招待北莽尊氏的拜访 今年是王爷抢了风 怎么还来问我 哎呀 太子的事这么清楚 哎呀 我就问了两句话 还真的跟太子有关系啊 我们怕被人卖了 还帮着数钱呢 哎呀 我现在回去了 晚上见 宋定泽 好 又来 妈 既然应了岳法三招 我还是帮你运个场吧 来来来 哥 别停啊 好 好 竟是些庸俗主 怎么样 我为使者安排的这舞蹈 还算有品味吧 比起王爷的事 还是这个好看一些 果真好 哎呀 北莽尊氏 你喝多了 来 送你呢 这北莽尊氏 果然看定了吗 就如此 这小子要干嘛 好 这武艺才是整场精华呀 我的手下当然帅了 宋英泽 你武剑的样子很帅 王爷 你看来是又喝多了 我没喝多 没喝多 咱们继续 继续 王爷 你慢点 来 王爷 我敬你 干杯 尊氏 你身上毛好多啊 你这个毛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当然是真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但是 但是真的好好看呀 我真的好想要 王爷喜欢 送你一道别适合 真的假的 真的 来来来 我 怎么干 喝不了了 不能再喝了 不剩酒力了 好吧 怎么就 就喝不了了 你怎么 你怎么 怎么就倒下了 你不行 冰块脸 咱们喝 干杯 干杯 没酒了 怎么就没酒了呢 满上 满上 来 王爷 王爷还是少喝我也没有 干杯 干杯 我没喝得多 我没喝得多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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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来 过来 过来 这一天 又会 我没喝得多 我还可以 与君 共舞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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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 你 你好 你是 那 男人 你 你 日夜方向 我愿意 崔大瓜不会以为我真喝醉了 打算送我回房间吧 怎么这么笨呢 宋英泽 你刚刚是为了我舞剑吧 我是哪屋来着 你醉了 这边 对对对 客气吧 我的名字叫张楚希 干吗 认识你 我很开心 王爷 这是干吗 大瓜 我的心脏已是你的形状 就像那月光 走夜路的人去夜方向 天 我在回为什么 禀告殿下 夜痕回来复命了 宋宁泽呢 殿下恕罪 殿下英明 老苏是被楚王胁迫扣于身旁 他并没有背叛我们的组织 夜长梦多 你别忘记那狗王爷手里握着这个国家最重的兵权 阿丁不敢忘记 好 完成这次计划 本王在赏你 殿下 阿丁不需要赏赐 能在殿下身边效力 是阿丁的福气 其实苏宁泽与阿丁心中已有计划 若是按着计划行动 必能按远时间 拿到王爷的兵权 殿下人 上次都不要 最靠谱 你跟着我 如果发现苏宁泽也有二心 就一起除掉吧 是 殿下 乱了乱了 苏宁泽 你明明是来报仇的 岂能被他下的毒 找到神志不清 真是荒唐 嘿嘿 一切都在找计划进行 莫要再被他找乱了心智 超好痛啊 我怎么自己回来 开谢白呢 你不相信 一喝酒就误事 还没误清楚这背后的真相呢 别回不去 还把自己陪在这儿 得把他叫过来 嗯 嘿 谢白 给我倒水 我口渴 小柚 你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你来人呢 抓刺客 王爷 你没事吧王爷 你看 我听了你的 对王府啊 严加防守 不是 你去哪儿啊 王爷 王府真的很危险 看什么看 走 这 刚才好 宋女侧 冷静 他又要干吗 王爷这么晚了 赵在下有何贵干 我有危险 有人要杀我 还能有谁想杀王爷 我正是在下 难道是 叶痕 叶痕是谁 宋宁泽 你居然有八贵夫妻 王爷 就不能先出去 他跟你整得害羞了 我话还没烫呢 让我走 想的没 你说 有人要杀你 对啊 不过呢 他被我的颜值 吓跑了 看来王爷 对谁都是这么随便 哟 吃醋啦 没劲 你这把剑 跟刚刚那个人的还有点像 你们不会是一伙的吧 你没杀成 所以派他来杀我 不说算了 你刚刚为什么一个人走了 把我扔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王爷怕是搞错了身份 我是来刺杀你的人 不是来护你周全的 那要是我死了 你舍得 我看王爷是又喝多了 无言乱语 既然王爷安全了 那么 请回吧 别人我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我在这里又不认识别的人 我只能依靠你了 拜托 拜托 你到底耍什么把戏 谁耍把戏了 没看我受伤了吗 还得多谢连郎里歪着长进来的小树枝 这 本王就不开你了 给 这是什么呀 酒精吗 酒精是什么 这是用黄柏金银花蒲公英土腹林混在一起制成的药物 用来消炎的 哪来的 温府中的小悠药的 你倒是不把自己当外人 所以王爷还用药吗 用用用 开个玩笑嘛 你们古代人能不能有点幽默感 王爷喝了酒 好 加上身上 受了伤 近两日 就别再饮酒了 有的人 是在关心我喽 只生不早了 王爷早点休息 请回吧 这个大夫啊 老是让人忍不住想逗你了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你今天就在这儿睡了 我睡床 你睡椅子 不可以 那你要是不愿意去 就只能一起睡了 王爷 这 这实在有识体统 有什么有识体统呢 我们是主仆关系啊 正义如此 才更加不妥 那你的意思是 我要是你的女人的话 我们 这样 就没问题 王爷 请不要再戏弄在下 我没有戏弄你 怎么回事 这么软的事 差点心脏跳出来 淡定淡定 床给王爷睡了 请王爷 注意遗探 不要再来随会在下 给我说晚安 晚安 晚安 我 一直觉得这王爷冷血无情 不男不女 可见忘了她不过是个 调皮的小姑娘而已 怪不得 我会对她有奇怪的感觉 这一切不过是因为男女有面 她 难道我这是对她 真是荒唐至极 怎么可能 必定是这夕雨来的启动 又不如我心智的作用 心灵引擎 尊重共同同同 心灵引擎 又不爱心 又不愿 救命啊 这不是那瓶解药吗 让我试试 这解药明明就是假的 敢骗我 你 开小白 快来救我 避免乘船没死 我现在杀了 把那些陈人之位的强盗 有什么区别 即使此 就快走到手前 看他们一个如何解释 谢谢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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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这是干吗 早上好啊 你是兔子吧 警惕心这么高 王爷整天鬼鬼祟祟 在下 自然要多家地方 这个北莽人的酒 后劲真大 我这头还疼得不行呢 王爷可记得 昨夜 对在下做了事 说出来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断片了 断片 何为断片 跟你说话 怎么这么费劲呢 那最好彪与宅下对话 开切白 我们谈谈吧 谈什么 谈 只是你刺杀我的幕后主使 谈怎么能让他放过我 王爷知道是谁 不知道 但是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坦诚的 坦诚 那王爷对在下坦诚吗 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解药 是吧 你搜我身了 是他自己掉出来的 这个 他就是个假的 高防 我怎么可能把这种东西 带在身上呢 我肯定 是他好好地藏起来 对吧 快乐 最关键的把柄呗了 这下真的只能靠魅力来掏出真相了 那王爷 是否还有别的事 瞒着在想 还有 什么别的事情 既然 既然 王爷身上还有解药 我也没能帮你回去 那 再找一句实体试试 可否 你倒是比我还积极 是王爷自己说的 要速战速决 好啊 我来到你们这个时空之前 若练的那具尸体很新鲜 这次 咱们就找一具新鲜石神 最好是在今天 现在 立刻 马上 王爷这不是在为难在下 没有啊 我怎么可能为难你呢 不是说要速战速决吗 上次的方式行不通 这次 咱们就换一种 你行不行啊 走吧 去哪儿 孔明登殿呀 刚才不是暴露了线索 在孔明登殿吗 王爷 男女授受不亲 请自重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 王爷说 要互相坦诚 并非要这么贴近 怎么 不希望我是个女儿身 希望我是个男儿身 我没有 我只是觉得 你这亲门在下有解药 感到失望 跟我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连我是什么性格的都不知道 反倒是倒打一把 强词多理 别生气嘛 我错 错哪儿了 什么直男癌啊 你等等 干嘛 如果有刺客行刺你的话 这样会安全一些 拿下 老板 这附近有没有丢失的姑娘 好像 不知道了 二位公子看看灯吧 这不就是那个孔明灯碎吗 老板 买一个这个 好的 您的孔明灯 公子拿好啊 给你 谢谢 你在干什么 嗯 嗯 哇哦 不错嘛 有进步了 不仅主动关心我 还很会挑礼物 你呢 为了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线索断了 也不知道买来有什么用 你今天丧气 倒是丧气得很快 两位公子 是在找卖孔明灯的人吗 你知道 你认识 皇爷确定是来找线索的 买了孔明灯不放 多浪费啊 说起道理来 总是一套一套 那肯定 我可是硕士毕业 读书多呀 你什么学历啊 什么是学历 就是 你有没有读过书 上过私塾 当年家父为了埃养我 没少逼我被私塾武器 哇 那你可厉害了 哎 凤婷啊 哎 我听说 放孔明灯许下的心愿 神明会帮你实现愿望 我们放完孔明灯 许个愿望吧 我记着他 那是少废话 拿着 你 神明 如果这世上真的有神明 就不该让纯真诬陷之人 现有危机 若你的确不是那个 杀人不眨眼的储我 愿神明保佑你 以示平安 生 初心 你许了什么愿望 早日拿到王爷人头 王爷的头就在这里 你有本事就来拿喽 看你舍不舍得喽 你真当我不会杀你 不不不不 我就是仗着你喜欢我 风银乱了 我妈跟我说 不要只听一个人说了什么 而要看他做了什么 你的行为已经出卖了你 你就承认吧 为什么其他的店都打烊了 前方的酒楼还这么热闹啊 王爷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装不知道 那不是一般的酒楼 那我更要去了 我可不去 你不去啊 那我自己去了 公子 喝一杯吧公子 公子 公子喝一杯吧 公子 喝一杯吧 我有钱 公子 喝一杯吧 来 动吧 王小姐的人 喝一杯 我的男人谁也不许动 你们都给我出去 都给我出去 快点出去 休有胡言乱人 来啦来啦 快点 二位爷别生气嘛 你们要找的头牌 人给你们带来呢 来 拿去 二位爷 你们玩得愉快啊 行 你下去吧 二位公子想听什么 姑娘 你认不认得这个 二位公子怎么会有我给她的信物 是你们杀了我妹妹 姑娘 你先别激动 我们是 我们是你妹妹的朋友 近日得知她的死讯 特地想去祭奠一下 不知道是否方便 可是 我也不知道她葬在哪里 我今天找了一天 还去了乱坟岗 仍然没有收获 看到那些脏乱的尸体 我就想到我妹妹 她生前如此凄苦 死后 也这样凄了 我以前是个去世的人化妆的 让他们体体面面地离开这个世界 你放心 你妹妹在那个世界 不会再受苦了 多谢公子 走 此地不依旧了 我还没找到人呢 好不容易找到的最终线索 还说陪我找尸体 我看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 来 看看快点 来啦 我刚才是见有举止奇怪者 才带王爷离开 王爷也知 自己处在危险之中 若在下不在王爷左右陪伴 恐怕 你走也不错了 你担心我啊 我只是担心 还没拿到解药之前 我便成为王爷的陪葬 你就是担心你 别嘴硬了 那便如王爷所言了 哎呀 你说啊 这最危险的人 竟成了护自己周全的人 你说 荒谬不荒谬吗 这是什么面具啊 公子 不知这是哪些面具 本政 神 凶神 和师祖人 这三大类 每一类又分别对应不同的功能 二位公子看看 我不趁过节之时买两个 这个凶神很适合 拿着 这个很适合本王 有呀 有呀 开开吧 这狡猴尖尬得挺香 倒是由王爷本人分毫不长 最近还夸我英明手 我侠干一胆 喝 男人 好嘞 在下口没说 好帮你拿着 全是王爷的异想罢 还追我呀 阿丁 你们去那边这儿 这儿吃 阿丁 你怎么在这儿 老苏 来不及进食 这太危险了 赶紧走 你们快走 我拖住他 走 赶紧走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 追 你可算见了 你这个叛徒 你还想和狗王爷去哪儿 走 不行 我不能丢下你 我们说过要一起面对所有危险的 走 王爷 快去调兵 按计划行事 走啊 你们小心一点 走得正好 殿下念在你跟随多年 忠心耿耿 屡次三番让我手下留情 可这一次 我要替他做主 除掉你 以免节外生枝 你我只是 太子用来夺权弥克棋子 人谈不上你说的这般情意深厚 说不是你们二人叛变 殿下已经如期完成他的技术 你会在孩子面前一再失戏 一面尽失 阿丁 这是心意传来的断魂伞 你若走一步 便会蹊跷流血而亡 不信 你可以试一试 这不是王爷的物件吗 你从何的来 这是王爷给我的 你想 救你的好兄弟 你来玩个鹰神出洞 梦中装鸭 你们两个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对不起 我不是说王爷胁迫的 把电视资源配合 目的就是要把他们一望大街 谁都别想走 来啊 我这儿有解药 王爷主身一人 恐怕有危险 你快去帮他 好啊 那你呢 好个蓄谋已久的叛变 小废话 你快走 走 好 老地方等你 别 别 宋宁泽 原来我的义义孤醒了 我必须要去发射信号 叫骑兵抢匹王打尽这些幕后的人 你还没有去帮我 走 走 好 走 走 走 舅舅主援了兵快快赶到 孙荫草 你一定要活着 如果是因为我害了你 我一辈子不得心安 你就是放下默局 我拿给 我姑娘买个花灯 许我愿望了 我谢谢 姑娘这样寻人 可是寻不到的 等等 你是不是还知道些什么 我还知道 你不是属于这里的人 你到底是谁 我只是一个卖花灯的 姑娘要猜个灯迷吗 时空作乱聚双国 流星池入渡江河 难道你也是来自未来的人吗 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 时辰不早 我该打烊回家了 希望姑娘早日解除得明 知名大人 主席 谢谢 我找到她了 Zither Harp 宋泽 我要永远和他在一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其实这个代价 是在于我的人 我所说的我不是楚王 是因为我只有身体是他 灵魂并不属于这儿 刚来到此处我孤立无援 才想着用楚王的兵符和阿丁 商量着引蛇出洞 你放心 刚才我已经和他们接上了头 他们也已经赶往救援 阿丁会没事的 我也没想到有一天 还能过一次这样的人生 会变成个女王爷 喜欢上了一个 一直要刺杀我的刺客 只是我有些不明白 为何师生能够帮助王爷 回到属于自己的朝代 你是说看到了奇怪的珠子吗 我也不懂 虽然我们那个时空科技十分进步 但也有些无法解释的现象 或许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也是一个难解的谜题 又或许 或许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你偶然来到这里 可能是为了告诉我 仇恨 不是一个人活下去的动力 而爱才是 所以王爷觉得 遇见了我 是好事还是坏事 怎么 难道和我相遇 你觉得是件坏事啊 当然不是 虽然我放弃了 刺杀王爷的计划 但王爷身边 依旧是危险重重 什么意思 咱们虽然躲过了一劫 但朝野的人 依旧想要你的心目 王爷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浪迹天涯 四海为家呀 这不是你们古代人 最爱干的事情吗 好 我答应王爷 王爷 王爷想去哪里 我宋林泽 就护王爷到哪里 你这是干什么 王爷不是说 这是承诺 我承诺王爷 必定会护你周全 好啊 那这个可爱的刺客 你从今天起 就是我的男朋友了 老高 不过这种事 我一直希望对方 能主动一次 你能不能对我说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我愿意 不过 男女朋友是什么意思 就是 永远不会改变心意的一种诺言 你愿意做我的心上人吗 只是 怎么 你反悔了 等阿丁回到客栈 我们给他交代完 就远走他乡 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请最好的太医来治好你 也恨死不足惜 只是 没能帮您解决心患 而感到悔恨 你放心 我一定为你找到解药 来人 对 是 是 说下这就去办 殿下 这次虽然逃过了骑兵 但骑兵已然入都城 我们再想拿兵权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那殿下想要如何 你知道的 掌姐眼里最柔过的沙子 殿下不会是 要 要的掌公主 她与那位看上去 圣券在握的王爷 终将是会有一面的 如果能借此 将苏宁泽一并待起 你说 是不是就更好玩了 是啊 你还要睡 你还要睡吗 你确定你还要睡地吧 那不然呢 客栈只剩下这一间房了 凑合过一晚吧 我们要不要一起睡 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怎么一点都不矜持 原来 原来 你喜欢 矜持的呀 天都还没彻底黑呢 我们 要不要 再做点别的呀 好啊 那我就 那我就 成全你了 有没有人跟王爷说过 其实你是一只 纸牢 你瞧不起谁呢 冬香院荣庆堂 今晚举行拍卖 二位公子若有闲情雅致 还望前去多多捧茶 来 刚刚那个殿小二说在哪拍卖 各位 这最后一个物价 那可是大有来头 听闻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你们看这做工 无论是前朝还是当今 哪都是没有的闻呀 宫里都少见 其实啊 这是一套 难道问题出在镯子 他才是回去的钥匙 哎 这位公子 来这里竞拍的 都各有各的座位 您请落座啊 你没事吧 请问这个 我 难道这就是明日之中 各位 底价十五两 各位请拍 我出二十两 我出三十两 五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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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比五十两还高的 五十两一次 五十两两次 我出一百两 我出一百两 一百两 那果然不认输 这人想干嘛 我出二百两 二百五 你骂我 正常进驾罢了 这位公子为何说我骂呢 我出三百两 五百两 五百两 五百两一次 五百两两次 五百两三次 成交 着了 老娘发财了 公子 您可拿好了 哎 难道储其说的车子 是这个 东西各位捧场 请拍结束了 都算了吧 哎 走了走了 这桌子我们还有大把机会买到 五百两 不值得 可这个桌子不一样 下次我再送你一个一样的 那就不是同一个 我懂了 这个桌子 我取来给你 你想干嘛 你忘了 我是个刺客 他大概率是认出我 你先睡吧 我在这儿守着你 我都没有手忙回不了家 有桌子疼我 里边还有个桌子 这桌子对你如此招募 我就去为你取来 这桌子对你如此招募 我就去为你取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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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rm 对 对 stabilization 怎么这么热呀 人呢 可能是担心对我的美色产生邪念 自己去冷静了吧 这个鱼木脑袋 天这么热 那我刚好洗个澡 抓刺客 刺客 宋令泽 你刚刚去哪儿了 外面怎么回事 没时间解释了 快 奉长公主之命 前来搜查盗贼 找什么 长公主 慢着 小女正在沐浴 长公主可以进来搜查 闲家人等还请回避 你也看见了 我一个人在房间沐浴 不知长公主前来 有何贵干 打扰了 盗贼是位男人 而非这位女子 我们再找找别的地方 公主 这可是最后一件的物财 无妨 丢了就丢了吧 你果然已经不是出过了 有意思 给你 你哪儿来的 这你就别管了 那我不敢拿 为什么 你做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给我偷这个 他爱从偷别人的东西 我只是 以其人之道 管这其人之身罢了 你们是不是认识啊 我说过了 你喜欢的东西 我一定会给你拿来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但下不为例哦 我可不想你为了我冒险 擦擦吧 一会儿感冒了 我可不想伺候你 你这样擦 能擦到明年去 说实话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有没有早就希望和我在一起啊 我 我为何希望 他嘴硬 因为我们可以做男人和女人才能做的事情 您保证 艺兵殿下 阿丁背叛组织已经被我抓住 要不要除掉 我还留着他钓大鱼 不吉 怎么心事重重的样子 已经好几天了 阿鼎 也没有找过来 相信我 他一定会没事的 怎么了 这是谁寄来的信 不知道 但耽误至急 是要找阿鼎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万一是陷阱吗 不管是不是陷阱 我都要去 阿鼎不能有闪失 他必须活着 说得也是 我陪你一起 不行 你在客栈等我 此次行动太过危险 我不想让你受伤 不行 你看啊 我要是跟你去 有可能有危险 但是至少在你身边 你要是留我在客栈 也不一定说 就一定没有危险 而你又不在我身边 所以 还是让我跟你一起去吗 说得有道理 好 那我们赶紧去吧 晚去一分 阿鼎便多一分危险 好 好 我们是不是要翻墙进去啊 不 从这个密道 你先走 我电话 你没事吧 疼不疼 现在不疼了 我叫我 你真适合 你要在游戏 你却要听过 你没听过 没听过 我 这 我 我 有二心的刺客 我早已让我的隐形安排好了 放心吧 走 殿下 那二人已经进府 很好 身材就交给你了 阿丁 怎么样 我们来救你了 老孙 你为什么要来 快走 走啊 你忘了 我们说过 我会抛下对方毒火 我也事日无脱了 只要你好好地活下去 快走 你不是说牛姐要钳制他们吗 你骗我 哎呀我怎么骗的你 你就怎么骗他们呀 他们的手段那么毒了 啊 我们治了大夫 你好好修药 我们一定能把你治好的 你们真的不开了 这是个圈套 我拔下你了 走 果然还是来了 等你们好久 看来那封信 是你的基础 你也不傻 不枉费殿下 栽培你这么承认 阻死大费周章 又是魏魏 您知我们二人的老子 不当场前后 反而绞尽脑池 将我们二人骗到此处 真是劳烦殿下贵心的 殿下说过 你是他的人 死也要死在他的地位 是由楚王 自有殿下处置的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你 是 你 是 背叛太子的下场就是死 但是我不想让你死得太痛 你是不是很在乎阿娅 背叛太子就是这样 是 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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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索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跟着你吗 因为在这世界上 我就是一只虫子 只要你把我当成朋友 现在我希望你好好地活下去 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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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不要我欠你这么多 不好了殿下 叶大人被杀害了 有刺客 有刺客 走 追 快点 追 你的命是属于我的 你要想对我忠诚 对他忠诚 苏宁泽 我要扒了你的皮做骨 阿丁 对不住 若不是我拉你如这局 你本可以做潇洒的浪客 现在 你终于可以自由了 为一场家国仇恨 已经有太多人牺牲了 真的不值 但是 从今天开始 我绝不会要身边人 有半分差池 对不起 你 不是你的错 是我一直瞒着你 其实我真正的身份 是前朝的太子 你是前朝太子 杀手的身份 只是不得信任的影 我 这么多年来 我只是为了 可以亲自接触出我 去拿到兵符 跟长公主谈条件 可阿丁的死让我疲惫 只因为我是前朝的太子吗 才会有那么多人 因我而亡 除夕 还有阿丁 是你们让我放弃了复国的计划 但我不后悔 不愿意杀了我 你是谁都不重要 我只知道 你是宋宁泽 我们去找一个 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 好好生活 过普通人的生活 好不好 大妈 贵的 但是在这之前 我还要去做一件事 二弟 对不起 如今我们在逃亡 我连一块向阳的墓碑都没法做给你 阿丁 我们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我也会留下来 替你好好守护苏宁泽 你先走了 我想和阿丁出说话 我终于回来了 宫 果然是从这里跑 曾经为了完成任务 齐心协力修建的密道 现竟然成为他们背叛时 用来逃生的出口 殿下 还有您传达给长公主 说楚王谋反的口信 长公主也没有信 既然密函长姐不信 那我们就再添一把火 是 殿下 楚王 就让你最后再逍遥快活 这几日吧 阿丁走了 你后面怎么打算 要不跟我回王府吧 依我对宇文雀的了解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反正他也没有GPS定位 也没有显示器 怎么知道我们在哪儿 再说 我堂堂王爷怕他哦 GPS 宇文雀在府中 确实有很多死事 只是显示器是会 算了 回头再聊这个 我们刚逃走不过数日 这也太快了吧 等等 不对啊 我们为什么会被通缉 宇文雀的计划是暗杀我 要通缉的话 也要经过皇上的职业 宇文雀用了王爷的名义 在宫中犯下了滔天大罪 那怎么办 看来现在得回去 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到这里来 现在又要回去 宇文雀如果铁了心要杀我们 他在暗 我们在密 我们随时都会有性命之用 现在只有回去 弄清楚事前的原委 为什么这么难啊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冒险的 要去的话也是我们一起 不行 这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你换上这些衣服 应该没有人能用得出你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我现在就去站在告示下面 我告诉他们 我就是他们要找的王爷 你疯了 那你不让我去 现在不是一起用事的时候 我没有一起用事 我就是不想和你分开 你不是答应过我要护我周全吗 如果你不在的话 说不定明日我便会被剑影歹徒 不许瞎说 我答应你 一起去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要一起面对 好 你别怕 你快出去 没事的大方便 你笑什么 没什么 就是觉得你这一身 没有一帆风怨 你确定 穿着这样不会被认出来 那放心吧 不会 他怎么会在这儿 是北部尊师 是北部尊师 身死了 看来 是在王府中 被人杀害的 怎么可能 我们离开王府的时候 他并不在王府之中 从誓身 窥测来看 死亡时间不超过一人 就是我们离开王府的时间 所以 一切都属于是处了 真相 只有一个 除了宇文雀 还能有人 我猜 是宇文雀杀掉尊士 故意栽赃于王 想借着圣上的力量 将王爷引蛇出洞 这个宇文雀 真是阴险狡诈 刺杀不成变出阴章 为了害我们真是处心积虑 可是他说是我杀的皇帝就信 那当朝皇帝也太若智了吧 你可还记得 在太子府 落下不少 我的腰牌不见了 那就对了 那我们怎么办 去太子府 去找证据 去找证据 你疯了 我们这让岂不是羊肉虎口 以我对太子府的熟悉程度 我们悄悄且认 我应该不是伟大了 我撒黑小巴 我跟你在一起 真是太有安全感了 来 宇文雀 我可能是一个地方 我就是一个队 我现在就会想十分派 是吧 那是我的天? 宇文 去 你想干嘛 阿丁死得如此凄凉 阿丁死得如此凄凉 你却没办法做什么 我理解你 如果这么做能让你生死 当我之急 是不能让楚夕遭受楚王的冤屈 你决定了 如果我此刻杀了宇文雀 那将永远无法洗清你的冤屈 而我们 也注定成为亡命之徒 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你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考虑 想做什么就去做 为自己而活 我确实说过 我好恨他 但这终究不是活法 更不是 爱你的方式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 我们只做自己能够做到 我们只做自己能够做到 你想清楚了 我后悔 他自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不愿 他自会不愿意 谁不愿意 他自会不愿意 他自会不愿意 你说 他真的会相信我们说的话吗 他真的会相信我们说的话吗 人正无正俱在 更何况 我早已在他们中间安插亲信 那掌公主 会不会区别对待 西边近年一直战乱不断 若此时得罪虎视眈眈的北盟 刚建立不足二十年的蓝朝 恐怕格威在旦夕 所以 我相信他会突然处理这件事情 真不愧是前朝太子 你知道的可真多呀 他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 可是 宇文雀毕竟是他的弟弟啊 所以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如何选择 那他如果拿我当替罪羊怎么办 放心 有我在 有你一起去送命吗 我自有办法 最想到太转 你其实在这 这几日盯紧了皇宫 若随任何风吹草动 请你立刻来报 是 长姐你如此优辱寡断 那就别怪臣弟心狠了 等等 长公主 原来您在这里 可算找到您了 王爷这身打扮可真是毫不必顾 看来是不知道自己惹了什么事 北莫尊氏的死后没有关系 拿下 是 楚王是否知道自己已被全城通缉 当然知道了 长公主都把我的名字打在全城的公平上了 既然如此 你为何还有胆子主动送上门来 我知道你在我身边安插了眼线 你明明已经调查清楚这背后的真相 相信长公主没有立刻把我拿下 是有条件相谈 我就主动送上门了 我是被语文雀所冤枉的 所以还请长公主为我主示公道 那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当然有证据了 此人便是当日协助太子 杀害北莫尊氏的侍卫 启平长公主是我等糊涂 协助太子犯下大错 他为何要这么做 因为他想夺权 语文雀的急不可耐 已成为了宫中潜在的威胁 他在府中 眷养了许多死士供他差遣 为了就是今天的盗版 北莫尊氏的尸体 恐怕还在王爷府中 长公主 可以派人前去查验 你说语文雀在府中 眷养了一批死士 你又是如何得知 因为在下 就是其中之一 前朝太子是我朝太子的死士 太子好幽默 公主 他要是谋反的话早就谋反了 也不会将太子是真凶的证据告诉你 我等是诚心诚意 请求长公主放过的 相信长公主也想看到火焰腾达百姓安康 而不是再次引发战乱 有趣 楚王和前朝太子如此亲密 即使与北莫尊氏无关 本宫也很难放心 此事与王爷无关 你就不怕本宫杀了你 难道公主 不是早已动了杀心吗 太子有勇无谋 嫁获王爷手段捉猎 恐怕北莫尊氏的尸首 是你默许他放在王爷府的吗 目的不就是你在下现身 什么都讨不过太子的眼睛啊 究竟还有多少前朝与党 被你安插在宫里 只要天下太平 你放了王爷 这些就都是公主的子民了 好 放你们走可以 但兵权必须要交付 如此以后楚王对外宣称死亡 你们二人不能再进京城 请公主放心 太子应该也早知道 自己和楚王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又准备如何选择 在下和王爷早已有打算 就不劳公主操心 在下告辞 他怎么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别胡思乱想 他的意思是 我是前朝太子 你是当今王爷 身份欠托 哪有什么身份啊 我又不是王爷 你也不是前朝太子 我们只是两个相爱的普通人罢了 你之前对展公主说的 所言可真 那是当然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评价 你怎么这么高 小夸两句的 不要飘 什么是飘 我真的应该带你补习一下现代汉语了 跟你讲话总这么费口舌 那就 别费口舌 等会儿被人看到了 怎么 害怕 谁怕了 什么时候这么大胆你 那还不是 跟王爷选 不喜欢吗 男人要是太会撩 就会让人不放心 你以后只能这么对我 不能对别的女人也这样 哪还有什么别的女 前朝太子 楚 大公主 之前您就由我查办 杀死北网使者的真凶 却为太子身边死士所为 这些死士已经全部受伤权了 这是北网人那边和桃鱼说的 知道了 谢谢 是 长公主 王爷如何了 你倒是对他很有感情 这些年你在王府 你没办成过一件事 辛苦 应该的 说是准备回宫吧 是 那你之后 有什么打算 我想和你归隐田园 去找个小地方 种花 种菜 死守一生 现在长公主也放了我们 我们就离开这个 纷纷扰扰的王府吧 都依你 不过 我还是想先回一趟王府 给小悠啊 押换侍卫什么的一笔银子 让他们恢复自由身 好 这是什么 陈弟得知长姐最近身体爆样 特嘱咐太医为长姐熬制了这杯长寿羹 来人了 在 燕羹 是 张姐 这是什么意思 燕了不就知道了 莫非长姐不信任臣弟 雀儿 我怕是太纵容你了 才让你像如今这样胆大妄为 你就是这样心疼长姐的 我并不知道长寿羹中有毒 长姐 臣弟冤枉啊 是她 是她在长寿羹中斗了手脚 她想必是听了王爷的怂恿 想栽葬到臣弟头上 因我们姐弟相侦从而余温得利啊 请长姐明察 事到如今 你还在狡辩 把人带上来 长姐难道就毫无过错吗 父皇曾托您照顾我 你认为我是梵桐 这么多年你一直纵容王爷压制我 他们所有人都笑我是个有名无实的太子 你什么时候把我当过弟弟 我是你的长姐 可我也是万民的长公主 废宇文雀赵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宇文雀仅品性无端 怀异端而献其军 即日起 废属宇文雀之位分 未经召见不得进宫 解除楚王的通缉令 规复其王爷身份 亲此 你们还在这干什么 叶恒 你说 我应该怎么办 是 殿下 您的手 别叫我殿下 我早已不是什么殿下了 你们给我滚啊 到底是谁出卖了我 你们有谁还是楚王的人 都在害我 都在害我 是 是你 不是我 不是你 不是我 不是我 人的都不是我 那为何我天意无分的计划 归漏到这般天地 春夜还能 却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 海伦你这干什么 你们都给我滚啊 归漢 你冷静一些 就相信我们 阿丁的背叛 苏霓泽的背叛 我最器重的四世都在最关键的时刻背叛我 我要怎么信任你们 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 张姐已将我废了 见不见 我 我已 神太迷远 你们 你们滚吧 免得受到牵连 你们滚吧 免得受到牵连 我们还是又回来了 是啊 不知道之后 还会不会有机会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小悠 张琳 王爷回来了 小悠 快快过来 来 王爷 你怎么这身打扮 说来话成 今日我来给你们的交代 小悠要遣散我们 求王爷开恩 我们不管王爷是何人 只想跟着王爷 你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放心吧 来日方长 以后 我们会有机会再见的 好 走吧 你看 以后我们要是 在一起生活了 我也要学会做饭 我们去买菜吧 你做的饭 我可不敢吃 还是我来吧 瞧不起谁呢 我跟你说 我以前可是看过 很多美食直播的 也说了你也不懂 你就做好你的小王爷 好吗 再说了 你一个养尊处优的前朝太子 会做什么饭啊 八岁那年 我流落民间 在那之后 我与阿丁 已尝遍人间几乎 你看吧 你都受了这么多苦头 以后还是让我来吧 你知不知道 这样 我会更舍不大你 我们去买菜吧 好吧 恭喜你啊 有幸尝到本王小姐做的大餐 好好好 你到底要不要吃吗 嗯 好吃 真的假的 尝尝 你又故意逗我 我品的是新衣 我真的喜欢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嘴话说的 有些话要趁早说 不然会留下遗憾 你今天想怪怪的 公子 公子 买个花灯许个愿望吧 小朋友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 高高瘦瘦 模样俊强的女孩子呀 公子 你可算找个愿望 据说 今晚会有桃花雨降临 我还没见过呢 是不是很漂亮 桃花雨 我把她做了一件事 阿丁已经离开我了 我不能再看着你的灵魂 被除了 除夕等等 先拿下你的手中 你怎么把她给挖出来了 拿着 听我的 我不要 我不要 怎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想和我在一起了 我当然不是 难道你没发现 最近你的身体 再一点点发生变化吗 楚王在借着你的意识 一点点变回来 我不能让你消失 你还记得我们的月板三招吗 第一 不能离你十米云 第二 要陪你找尸体 第三 你没想好 不管你曾犯下什么错 只要你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好 现在 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要让你亲眼看见他们死 这也是他们伤你的惩罚 冲 去哪儿 把江湖骗子 清朝太子冒牌蠢王 找个地方躲起来 去哪儿 黄叔 我叫知道 出戏 出戏 这是楚王府 楚王迟早会回来的 皇叔 别忘了你的职责 主席 我还得到你 皇叔 是哪 皇叔 皇叔 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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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玉子 玉子快走 我 楚王 快回来 玉子 你醒醒 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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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醒醒 你不能死啊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你怎么能这样丢下我 你哪一过的事情都忘了我 你不要死啊 中西 别怕 是你让我放弃了父头 交给我如何去爱 我已经冤满了 没有遗憾 我已经冤满了 许你的世界好好活着 忘了我们吧 不要 不要 苏妮子 我的第三个约定 就是要你永远守护我 你不要死啊 你不要死啊 不要 你 好 出来 相我 响 我不 事情 自己 aro ep 我 宋宁泽 我回来了 十四号 我过去的那天也是十四号 还是说 这只是一场梦 为什么这个梦合这么真实 真实到 我本来美好宽佩的心事中 突然间变得乏味无趣 而梦里的那个人 为什么会这么生动 想我的 占据我的内心 今天 桃花座流星雨闪亮登场 我过整夜都可以观测 排头望向北方天空 就能欣赏到流星滑坡天气的美丽水 还是这条路 一切都和昨天一样 什么都没有改变 对 这些经历 真的只是一场梦 初心 苏明子 这些经历 这些经历 我还想行赐本王小姐吗 感谢观看